昨天大王召见的时候老师病着呢 今天刚好过来他已经上朝去了 可能在路上还没到 孟仲子立刻到路上去拦住孟子就说 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到东国家去 现在去见齐王 孟子不得已到了学生锦丑家里去住 老师 在家庭里有父子 家庭外有君臣 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吗 在父子之间是以慈爱为主 而君臣之间是以恭敬为主 我只见齐王尊敬您 但是没有看见您尊敬齐王啊 我给你说个比喻 在齐国中没人会跟齐王说仁义的 难道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 大家都知道不是 既然知道又不向齐王提倡仁义 这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敬啊 至于我 只要是正确的仁义之道 就一定向齐王陈述 所以齐国人没有一个比我更对齐王恭敬的了 既然如此 我想再向您请教 礼经上说父亲叫你不等英诺 你就砰一声地起来 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 但是您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的 听到齐王召见反而不去 似乎和礼经上说的不太相合吧 对人尊敬不是流于表面 曾子说过 晋国和楚国的财富 无人比得上 不过他有他的财富 我有我的仁义 富有富的定义 在个人心中的价值不同 同样表面的财富 怎比得上心中的富有呢 老师 这下我可就明白了 你再看下一个故事 大丈夫要有大勇 在孟子一说里面 孟子总是以不畏权贵的 大无畏精神出现 就是在王公诸侯面前 孟子也绝不会退让一步 所以经常使那些王公诸侯 哑口无言 有一天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 老师 你的浩然之气 从何而来啊 孟子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举刺客北宫幽为例 北宫幽培养勇气 肌肤被刺而不退缩 眼睛被刺而不逃避 把刺杀大国的君主 看作如同刺杀卑贱的皮肤一样 军队中培养勇气 有一种特别的方法 叫士兵把无法战胜的事 看作能战胜一样 如果先估量敌方 思虑胜败然后交锋 都会畏惧敌军 又怎能战胜敌人呢 一定要无所畏惧 我的大勇是因为 我有一股浩然之气 老师 什么叫浩然之气呢 这个比较难解释 它作为气是最广大 最刚强 用正义来培养它 而不加损害 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 它作为气 与义和道互相匹配 没有它们 气就没有力量了 好气是义 在内心积累后所产生的 不是义由外入内取得的 如果行为使内心感到愧疚 它就没有力量了 那就是先要自己正大光明啊 果然是如子可教也 亲贤人 远小人 有一天 孟子好像有什么喜事一样的高兴 他的学生公孙丑就问他 老师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因为有件事令我很高兴 所以睡不着 是不是为乐正子的事而高兴啊 乐正子是孟子的另一个学生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 我听到这个消息 就高兴地睡不着 乐正子能力很高吗 不是 见多识广吗 不是 那你怎么会高兴地睡不着觉呢 他喜欢听取忠言 喜欢听取忠言就够了吗 喜欢听取忠言就可以治理天下 更何况是治理鲁国呢 假如喜欢听取忠言 四面八方的人 从千里之外 都会赶来把忠言告诉他的 假如不喜欢听取忠言的 那他就会说 哦 我都知道了 这样的态度和脸色 就会把人聚于千里之外 闲人在千里之外不来 近禅言的小人就会来 和那些小人在一起 要想治理好国家 根本不可能 在孟子眼中 治理好一个国家 并不可以单靠 执政者个人的能力 智慧和学识 而应该广泛听取 和采纳其他人的意见 集思广义 那么他才可以吸引天下 有识之士治理国家 甚至治理天下 都会游刃有余 那就是清闲人缘小人了 你明白就好了 独树破万转 下明映入山 画家与当时 昨儿来碰到 这 supplements 牵涂就是写浪 小人了 你明白就是 一音音不能太 physicist 不过 extension 我们没有他 应该亲 days 也认为你 häng夢 那个薄装 回家与你 那席 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